這什麼? 嗯? 不過,出來了 再一次 這蠻好玩的 這個目前還沒有幾個人在串 台灣的話應該沒有很多人在玩這個東西 那我是先玩,先試玩 那到時候其實這裡也是可以開一門課程 而且我覺得這個蠻適合小朋友的 為什麼?因為他不用寫程式嘛 你就直接用拼圖的方式 比如說你今天要什麼? 這上面可以改名 TestBox 4 裡面的東西等於Test1加Test2 然後再減掉Test3 那你可以把這個邏輯做出來 它最後秀出來就是這個結果 只是把它做拼圖式的 那這邊的話,有沒有看到 到時候這裡面可以填資料 填填填 填資料之後的話呢 最後就可以把它按一個Button 當掉了 不過它還在測試當中 還在測試當中 所以這個只是一個新鮮的玩具 新鮮的玩具 還在發展當中的一個玩具 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就是使用者介面大同小異 大同小異 好,那回過頭來 我們再來看一下 再來的話 這個地方 這個第十二範例裡面 第一個它是做了一個按鈕 按下去之後呢 要跳出這個什麼呢? 這是一個表單 表單裡面要跳出什麼呢? 跳出總共包含進度 業務 產業別 產品 然後客務名證 比如說我按照業務的話呢 它要做什麼呢? 先幫我做 等於是前兩個範例吧 就是說呢 它會按照 要業務先做移除重複的動作 就是業務裡面好多了 好多資料有沒有 會有重複的 所以呢 它按一下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移除重複 之後呢 再把 就是業務人員呢 分別怎麼樣呢? 分別在產生 他要的這個有沒有 這個結果出來 就跑到底下去了 分別是 這邊把它關掉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工作表一裡面呢 就會有業務的 這個移除重複的結果 再利用這個結果呢 產生這幾個表單 通通丟過來 那其實也有點像是 複習前面的動作 那再來如果說呢 我把這邊先刪除 後面剩兩個就對了 按右鍵刪除 把這邊都刪除 如果說我今天再一次 點一下 那記得喔 只有兩個表單 如果我今天按照 產品別好了 按確定 它也是一樣 會先按照產品別 先把我們移除 篩選 這個資料裡面移除重複 留下我們要的產品別 再建立什麼呢? 建立那幾個工作表 然後再把資料丟過去 就是做這些動作而已 好 我們來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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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一下